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便于后面剧情的理解 我先做个最痛诉易懂的例子 假如我借给你10万块钱买房子 你给我写个欠条 欠条上要标注明白 这些钱本息分10年还给我 每个月还我1000块 中途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还了 我就把你作为抵押的房子拿走 如果你想从我这借11万 那不好意思不借 你作为抵押的房子只值10万 你休想从我这里借出比你的抵押物价值还高的钱来 贷款价值比LTV就是这么来的 正常情况下这个数值不会大于百分之百 不考虑其他问题的情况下 10年后我赚2万 收益率对我这个专业人士来说很低 我单单要收回成本也得八九年 我不想等那么久 我想空手套白狼 于是我想了个点子 把你的欠条当做流通的商品卖给A 以后你每个月所还的本息 经过我手全部给了A 风险也全部由A承担 我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 促成了你和A的间接交易 所以我要从每期的本息中抽取2%的提升费 如此一来 我既不用承担你中度不还款的风险 又能空手赚到好处费 我本身的钱还能投资一些理财品 你好我好大家好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你嫌弃收益率低 而A没有嫌弃呢 简单来说 我是专业的 掌握的资源多 A不一样 他是普通投资者 再说了 市场上其他的投资收益率更低 况且在市场良好 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没有几个人会傻到不还房贷 造成自己失信的 如此一来 我只需要不断的贷款 给暂时买不起房子的人 然后将他们的欠条 当着流通商品 转手卖给手里有钱钱 却无处投资的人即可 为了显示专业度 我让评级公司 根据这些房贷者的信用程度 为这些单独的欠条分级 从最好的3A级 一直到最差的1B级 不好不坏的也是最多的 2A 1A 3B 2B 把若干个欠条 合到一起做成压缩包 批量往外卖 只需要符合一点 买个压缩包里3A的比例 不低于65%即可 这样我的压缩包 也可以评级为3A 我给我压缩包 起个洋气的名字 MBS 想出这个点的 正是美国一个银行家 刘易斯 从此之后 银行家发了财 他们不再是天天 坐在办公室里的职务人 而是去色情场所 夜夜升歌 所有人都在狂欢 他们通过MBS 获取了高额的利润 这样的状况 一直持续了30年 狂热的市场情绪下 只有少数人发现 刘易斯提出的这套交易模型 已经完全变了味 铁锤就是其中之一 铁锤是一家基金公司的操板手 由于小时候一场事故 失去了一只眼 从此它变得不在合群 总是喜欢一个人独处 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 要么心理变态 要么生理变态 它变得越来越孤僻 越来越难以和别人正常交流 唯一陪伴的 只有各种各样的金融类书籍 2005年 投资MBS的收益率在38% 证交所 房贷证券商也没有任何违规 但铁锤锤对房贷市场产生了警惕 它让团队的员工 收集来当下卖的最火的 20款MBS的所有数据 它希望从这几百上千的楼盘 几年来房贷的还款 违约等数据中 找出一些支持它想法的线索 它分析后发现不少严重的问题 LTV已经远远超过500% 院预期以及季度预期比例 也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值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些MBS中有相当比例的 可调利率刺激贷款 这种贷款主要是面向 无抵押和无公众的人 利率开始很低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高 铁锤根据数据分析出 利率高到这部分人 承受不了的时间 就在2007年左右 如果这群人所占的比例 超过了15% 那么房地产市场就会崩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是回到前面提到的 我借钱给你买房子的例子中来解释 这30年我通过MBS提成 赚的盆满钵满 慢慢的我发现 该买房的都已经买得差不多了 优质的刚需和新鲜的韭菜们 不够组成3A 2A等MBS了 可随着房地产市场一路攀升 想要投资优质MBS的人 却越来越多 因为A级的欠条已经买得差不多了 我们只能把那些卖不出去的 1B 2B 3B等欠条包 拆分开来重新打包 举个例子 我用65%优质3A级的欠条 加上35%最垃圾的1B级欠条 组成新的3A级MBS 然后从这里面拿出65% 来加上35%的1B级 再次组成新的3A级MBS 相信你也能看出来 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 组成所有平级MBS的基本单位 慢慢的都变成了最垃圾的1B 我把这些新的前点包 起个好听的名字 刺激带 然后用3A的价格卖出去 就好比用可以买到两个李若彤的价格 买到了8个甲铃 前面说了 这些卖不动的MBS数量也没多少了 你要是观望 以后可能连12个月云鹏都买不到了 我要继续赚钱 所以我又把目光转到那些信用等级 达不到房贷要求的人身上 毕竟他们也有很大的市场 可他们很大一部分没有工作 或者工作不稳定 以至于首付都付不起 于是我又想出来一个新点子 对于这一类人零首付 前期还附带几年的还款优惠期 甚至我都不需要他们用房子来抵押 只需要他们给我写欠条 并按时还本息 反正有征信系统在前面顶着 这就是可调利率刺激贷款 你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这些买房者 明知道零首付过了还款业会期 利息就会突然增加 还会接收呢 几股传话的游戏 我想你也清楚 所有人都觉得房地产发展 仕途良好 在利率达到了自己承受不了之前 就可以将房子出售 赚取房价上涨 打来的差价 接盘侠这么多 谁也不认为自己是最后一棒 可我是专业的 这部分人借我的钱 我没把握能收回来 所以我要找人来转移我的风险 但是直接打包成MBS的话 风险太高 没几个人会买账 于是我找到各路货色 什么经济学家 什么大学教授 用上最新的数据模型 一翻倒鼓之后 弄出几份报告 告诉大家 我借出去的这些钱 都是有很可观的收益的 有钱大家一起赚 你们快来买我手中的收益权吧 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放心 我可以从不同欠条中 分别抽出来不同比例 组成一个新的欠条 这样组合起来 那些不同的欠条 同时赖账的距离更小了 我再根据不同风险程度 分别以不同价格出售 风险高的收益率也高 如此一来 这些可以理财的欠条 比MBS还要好卖 我把新欠条的债务收益全卖给你 我只收2%的佣金 毕竟我做了这么多年 口碑和资产在这摆着 况且房地产市场欣心向荣 大家都一直看好它的前景 我将这些垃圾欠条的风险 也转移了出去 这次我给了起个更洋气的名字 CDO 根本不用担心评级公司 会把这种垃圾CDO给我降级了 市场摆在这儿吗 再说你给我降级了 我就去另一家公司评级 又不是只有你一家 铁锤就是发现了这一点 不良房贷所占比重 已经大到离谱 他决定做空房地产 他将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公司老板 老板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并匆匆挂了电话 铁锤感觉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过不了多久 别人也会发现 他再次打电话给老板 表示自己已经把那 上千页的房贷数据 都统计了一遍 老板表示 你真是闲得无聊 这玩意儿除了经受的 证券律师外 没人会去注意 再说 你就是想做空也做不了 现在大家都一门心思的 看好房市 市面上根本就没有 做空的保险或期权 铁锤自信的表示 我可以让银行 专门成立一个做空保险 我和他们签对赌协议 说干就干 他找到高盛公司 提出了要购买房贷证券的 信用违约互换CDS 高盛公司的人 感觉铁锤放了 他想要赌赢 那就是房贷市场垮了 就意味着几十万美国人断供 这简直就是赌 中国男族连续踢进世界杯 并且还踢到了第一名 本着天上掉下来的钱 不赚白不赚的想法 看着铁锤带来的 想要对赌的房贷合同 高盛公司经过仔细核实 认为这些房贷 都是经过了审核 风险并不大后 同意了铁锤的协议 CDS你可以理解成保费 为房贷市场稳健发展投保 如果房地产市场行情不变 铁锤无需交保费 如果房地产市场行情上涨 那铁锤需要交保费 涨得越多 保费越多 毕竟价格越高 高盛公司需要承担的风险越高 房地产市场行情大跌 那根据不同的情况 它可以得到不同倍数的高额赔偿金 铁锤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高盛方面则是乐开了花 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傻瓜 铁锤又用同样的方法 跑遍了美国所有州的银行 购买了总计13亿的CDS 银行家们私下里认为 铁锤脑子坏了 到处送钱 铁锤的老板也理解不了 他认为这是白白送钱给银行 房市崩排 那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你的13亿CDS毫无意义 按照如今的形式 我们基金公司 却需要每年支付上千万的保费 铁锤的客户也不断发来邮件 要求撤出自己的投资 眼看着宝贝越来越贵 铁锤的老板终于忍不住了 他连夜坐飞机从国外赶回来 要铁锤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说法 铁锤认为 房价从2000年以来翻了五六倍 但平均工资却几乎没有上涨 房子已经不是用来居住的 而是用来投资的商品了 作为商品就会遵守市场规则 这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 市场是人性的体现 谁也不可能控制人性 铁锤的老板笑着说 你个小兔崽子 你把我的钱退给我 我不投了 铁锤表示 撤不出来了 双方的钱都冻结了起来 如果撤出来的钱太多 对赌协议自动失效 钱经销的保费都白白赔掉了 虽然两人是师生关系 但铁锤的老板简直想当场打死他 德意志银行的投资经理三德子 从银行家口中听说铁锤的CDS 自己经过数据分析发现 铁锤说的很可能会实现 他也想进来喝口汤 但铁锤没有进场资金 于是他到处打电话 退款给各家基金公司 但得到的大多是嘲讽的回复 一天老马领导的F字对冲基金 接到了三德子打错的电话 老马嗅出了其中不同寻常的味道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团队 约见了三德子 三德子用积木向老马解释解释 如今的房贷市场就和积木一样 上面的A看起来是A 可实质上都是用B重组的 真正的A早就卖完了 当B发生违约时 那A也会发生违约 最终积木会倒塌 老马认为三德子是银行员工 却让自己和银行对赌赚钱 这个行为没有职业操守 三德子回答 你这个问题和赚钱毫无关联 我只是给银行打工 但我没有把脑子卖给他 我在哪都是为了赚钱 我推管给你的目的 就是你赚了钱付给我佣金 面谈结束之后 老马团队内部进行了讨论 团队招元大多认为 单德子是自己偷偷买了不少CDS 被套住了将要找人接盘 但老马的观点却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毕竟是要通过房产泡沫 赚银行的钱 只要实际调查一下住房市场 及住房贷款还款的现状就行了 于是他们几人走访了周边的住宅区 意外的发现 很多小区控制力超过了95% 很多空房子里的银行 预期通知单堆积如山 甚至有的房主用自家狗的名字 贷款买房 长期无人居住的游泳池 都被鳄鱼霸占了 此时房价泡沫已经显现 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是小触地 最多12浪回调 无需惊慌 接下来应该就是上升幅度 最大的三浪了 老马几人假装买房子 最后在房产人中介嘴里了解到 相比四年前 一手房交易量增长了四五倍 其中可调利率的房贷 占了九成以上 甚至申请房贷时 收入一篮空着的 都可以和正常一样带出钱 随后老马又采访了 最底层的脱衣五女郎 他发现那些人根本什么也不懂 只是看别人这样做 自己也这样做 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脱衣五女郎 甚至能贷款买六七间公寓 老马通过这几点的走访 得出了结论 泡沫很严重 并且银行根本不在意 最重要的是 马上就要过了可调利率的优惠期 他决定从三德手中 购买5000万的三币的CDS 由三德代为操作 试成之后又提成 三德子派着凶夫担保 这波文赚不赔 可事实上 银行真的一点警觉都没有吗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银行的政策 在可调利率的贷款人 偿还了部分利息后 鼓励以贷款买来的房子 作为抵押二次贷款 反正银行方面 可以将房贷打包成CDO 或者MBS出售给投资者 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铁锤三德子老马几人外 电影中还描述了 从金融危机中 赚到钱的孩儿兄弟 两人创业初期在车库里 用凑出来的11万 专门做SD帽子的股票 以最低的成本赚取最高的利润 他们坚信 大家永远会低估 最差的情况发生的概率 举个例子就是 1比10万的赔率 买10块钱的国足世界杯夺冠 输了的话也就赔上10块钱 而赢了的话就会赚到100万 事实也证明了兄弟俩的观点 他们用了4年的时间 从11万赚到了3000万 兄弟俩于是向美联银行申请交易席位 可美联银行根本不搭理他们 那3000万连席位资格的领头都达不到 被拒绝后的两人在大厅 偶然看到了赞得的CDS计划宣传单 两人经过初步分析发现 市场上打包出售的CDO 比MBS的规模都要大上百倍 这些垃圾CDO居然90%都打着3A的评分 这就意味着不仅是CDO 就连MBS都充斥着泡沫 因为他们的根本组成单位是一样的 两人又咨询了曾经作为 摩根投行股票交易员的邻居大佐 大佐建议他俩跳2B或者3B下手 风险收益比比较低 同时大佐利用以前的人脉 帮两人获得了交易席位 确保他们有经常吃蛋糕的资格 海尔兄弟决定苏哈2A级的MBS的CDS 正好他们的风险低 对度时的价格也低 一旦赌赢收益率可达到200到300倍 要么会所嫩膜 要么下海干活 2007年 房贷断供的比例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可发生的情况却令人不解 次级房贷断供越来越多 可由他们组成的CDO价格却在不断上涨 并且评级都是3A级 百思不解的老马找到了标普信用评价公司 得到的回复是 如果我们不给所有人3A级的评价 那他们就会去我们的竞争对手目的那里 老马愤怒的咒骂工作人员 收钱办事不负责任 工作人员反问道 你俩整得好像比我高尚了多少一样 你俩敢告诉我一下买了多少CDS吗 铁锤的收益率每天不断的变动 一句话总结就是 全是负的 赞德天天被老马的团队问候着亲妈 因为老马不仅没有看到收益 由赞德带为操作的5000万CDS 每个月的保费还在不断的增加 赞德解释道 我们的金融系统已经从根子上烂透了 他们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明显是黑幕 你们难道还对这个系统充满希望 换向他们一点不遮丑吗 随后在拉斯维加斯 举办了美国证券化论坛会议 所有的CDO 次级代 MBS等交易员都会参加 会议主持者仍然坚信 次级代断供最多只会达到5% 道路是曲折的 甜度是光明的 大家要保持乐观的态度 前期参与做空的几个人 都感觉整个金融系统都在欺骗 都在遮盖事实 因为舆论的乐观宣传 和B级的CDS价格不断上升 这两件事不符 还没把CDS资金收益权重组成CDO卖出 这种循环的多次合成CDO算上呢 而这种合成的CDO规模更加难以想象 这就相当于变相的杠杆 这房子产生了相当于 它本身市场价格的20到50倍的自信流 如果房价崩盘 那这些半生的投资人都会血本无归 铁锤的收益率数字更加大了 如果互列前面的负号的话 而铁锤给它负责的所有投资者发邮件 告诉他们现在市场处于不正常情况 根据当初的协议 我有权做出极端的决定 我决定不允许你们所有人撤资 它顶住了所有压力 坚信自己的判断正确 2007年4月 发放次级代的领头羊 新世纪金融公司神经破产 裁员3200人 制造业指数不断下滑 和铁锤对赌的几家银行 分别以各种理由表示 当初的对赌协议丢失 想要赖账 CDO价格仍然不变 因为所有的金融从业者 都在尽一切努力卖出自己销售的CDO 然后买入对赌的CDS 2008年 灾难终于来临了 无数的房贷者断供 房贷公司倒闭 无数金融从业者被辞退 800万人失业 600万人无家可归 包括养老金 陪修金 存款 证券在内的5万亿美元 蒸发不见 威尔斯登国家银行 雷曼兄弟先后破产 为了赶在破产前将堵住变现 几个大空头将手中的CDS 便宜卖掉 三得子赚了4700万的佣金 海尔兄弟赚了8000万 老马团队赚了10个亿 而铁锤赚了27个亿 终于将两年来一直付的收益率 变成了正的了 489% 电影的结局 银行家们将人们的投资 拿出来发放自己的奖金 贵赂议员驳回拆分大银行的提案 没有任何一个和此事有关的大银行家 被送进监狱 他们利用美国人想要买房子的梦想 进行欺诈 这件事似乎从来都没发生过 大家只是说 看 你的愚蠢和贪恼害了你 几年之后 许多大银行发售着一种名字叫 定制分级机会投资 有人指出 这只不过是CDO改了个名字 历史总是相似的 因为人性是一样的 正如电影开头所说 真相就像诗歌 可绝大多数人都讨厌诗歌 经济危机自古以来都有 农工时代遇到天灾人祸 粮食减产 民不聊生 这是经济危机 机械时代 生产效率提升 同样的大量商品造成市场的高度饱和 工厂关闭 工人事业 这也是经济危机 经济时代 为了拉动各种制造业的发展 提前消费 当还不上贷款时 这也是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就跟金融市场中的空军一样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 可以优胜略态 重新配置流动资本 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平衡 但这种情况必须建立在一个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下 如果不健全 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影片中的几个大空头和那些赔钱的人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们发现问题都会自己去调查 去研究 面对外界的压力 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 既然举了那么多例子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吧 我有10块钱 我想以最快的速度赚到100万 我该怎么做呢 用10块钱做利息 借50块钱 5天还 用借出来的50 加上我本来的10块钱 60块钱做利息 借300块 20天还 如此往复 你只需要计算好还款和跑路的时间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警察吧 因为这个电影涉及到大家的切身利益 我就不讲太多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